一生不舍的残 唯悦一切路永恶 学什么学 不学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来多久了 就看到你刚才在 我的仪式英明 怎么了 长公主到 你刚刚什么都没看见 小心 没事吧 谢谢陆廷薇 见过长公主 累了吧 歇息一会儿吧 母亲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母亲 你是镇国公府世子 你们俩认识啊 不过一面之远 之前 不知她是镇国公府世子 已经见过世子 见过徐娘子 你们俩还真是有缘呢 母亲找我回来 所为何事 你不回来 我便只能传你回来了 咱们这个府里 日日冷清的 都快没人气了 那幸好皇后体恤我 安排一清 暂住在咱们府里 也算是陪着我了 你觉得 一清如何啊 徐娘子啊 徐娘子挺好的 果敢 利落 也善良 由她陪着母亲 母亲定会开心 你都这么称赞她了 那看来 我的眼光还真是不错的 长公主 您让我学的调香 我已经调好了 您看看 好好 我们一清啊 真是聪明 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 便做得如此之好 刚才燕尔还在夸你呢 只可惜啊 一清早晚是要离开的 不如这样啊 你们俩呀 私下里 多了解一下彼此 如果有缘呢 一清便可嫁进咱们府里 那岂不是一件美事啊 母亲 我并无此想法 你莫要再说了 平白伤了人家女子情语 你方才不是说 一清好的嘛 像一清这么好的娘子啊 英姿洒爽 落落大方 这么好的娘子 谁家不想求娶啊 我已有心仪之人 谁啊 之后啊 我会带她来见母亲的 母亲今日 若是因为此事找我回来 那我还是先去忙公务了 母亲保重身体 十杯 我 我还没说完呢 你回来 什么 你说长公主 要你娶 要你娶徐娘子 我啊 肯定不会娶她的 我早已心有所属 可在长公主眼里 我可能确实不如徐娘子 徐娘子豪爽 逍遥 潇洒不济 有一代金国之风范 我也钦佩 这般女子 你要嫁的人是我 又不是我母亲 再说了 难道你忘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你便相为寻线索 以化工 巧破案 这些啊 都是你的天赋 人啊 本就各有所短 各有所长 若样样都拿自己的短处 和别人的长处相比 岂不是比神仙还难做 若不 可你母亲 对我印象不好 要不 我们去见见她 只要让她见到你 她便会知道你的好 不见 怎么让她改观呢 我相信 她一定会喜欢你的 好 我沈二娘子也不是胆小之人 我一定会让你母亲满意的 就算这世上的人都反对 我也不会放开你 我宁愿 我宁愿抢我半生啊 不逆时却 请等待你还 纵然是此生也无缘 爱是在纠缠 我宁愿 承受千岁可 管你散动暖 我宁愿 一生不死多谈 唯厌 毁灭一切路勇奥 路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